看看新闻网 新成绩会上升 这是我的预期 为什么呢 阿兰艾尔卡那个时候过来的时候 我不会所动 因为我知道 因为我是踢球出身 我知道 一个球队靠一个人是不行的 最起码有两个到三个搭档 最好有五个 那更好 就是这么个情况 跟我们说一下 你之后用一句话 概括一下你现在的心情 我现在的心情是 好的没法说 就是非常遗憾 就是没有和德罗巴刘萨合影 我今天把球带过来了 也没得到签名 但是我想 他和我们生花签了两年半的合同 我肯定有机会 对吧 不是今天 就是今天晚上 不是今天晚上 就是鲁刚个月以后 据说我们生花还想 再买更大牌 比方说那阿根廷球员 那个李克尔梅 你怎么看 生花这样不断引进 更多这种黄金大牌 那更好 对吧 我现在认为 我们一定要和那个恒大 就是要来一个竞争 对吧 他很大 成绩好 无非就是他砸钱砸得厉害 所以朱老板 这是很砸钱 我认为他是在 还前几年的赛 对不对 我就这么直说 因为他前几年 把我们赛很多优秀的球员 卖越了 对不对 他今天能够做出这个举动 我们还是非常非常原谅他 我们会为思考 站在老板的这个这个这个立场上 我们认为 朱老板做事还是可以的 我啥人去吃碰厚 让你们学了 十五次